男人想抛弃你了,离不开这五个特征 在一段感情里,有些男人如果不爱了,会直接选择说出来 而有些男人却选择用冷暴力来逼着女人宣说分手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男人对你是不爱了,想抛弃你了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男人想抛弃你了,会有下面这五个特征 一,会感觉到你烦 在热恋的时候,你的那些年人都是他喜欢你的特点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对你厌烦了,想抛弃你了 你的年人在他看来就会很烦人 二,不再包容你的任性、小脾气 一个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小任性、小脾气 但是如果男人不再爱你,想抛弃你了,他就会不再包容你 如果你在他面前任性,他就会对你生气,吵你吼 这就是男人想抛弃你的特征 三,不再带你去见他的朋友 爱你的男人会经常带着你去见他的朋友 因为爱你,所以想把你介绍给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想抛弃你,他出去聚会时就不会再带着你 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四,不再在圈子里秀恩爱 爱你的男人会整天在圈子里发一些你甜蜜的照片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过得很幸福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有一天,一个很爱在朋友圈秀恩爱的男人 突然一段时间不在空间秀恩爱了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这就是他想要抛弃你的特征了 五,不管你做什么事,他都看不管 一个不爱你的男人,想抛弃你的男人 不管你做什么,在他看来都不会很顺眼 哪怕你依旧为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还是那样的口味,他也总能挑出毛病 如果一个男人总是抱怨你什么都做不好 那就说明他已经不爱你了 爱情是永远强求不来的 如果感觉到对方已经不爱你了 就别自欺欺人了,委屈自己 放手让他走吧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等着你